上星期我在巴塞龍蘭旅行 在那裡吃了一個Palmerham 肉鹹鹹鹹 滋味還很香 我想起也很想再吃 我在意大利也有吃過 而且他們的海鮮焗飯 真的超級棒 我想起都流了口水 Palmerham和海鮮焗飯都不錯 但你們有沒有吃過即開生蠔 真的超好吃 我之前去澳洲的塔斯曼尼亞就吃過 你就好了 你剛才說的地方我去都沒去過 說實話 是不是一定要去那裡才吃到這麼好的東西呢 香港的有沒有 哪有的 那些食物這麼歐六風格 不是的 我知道旺角的餐廳有很多這麼歐六風格的食物 真的嗎 真的嗎?不如我帶你們去吧 好啊 不要走 其實這裡也有很多食物 不同國家的菜式都有 有意大利飯、石頭飯和很多東南亞好吃 當然有很多食物 這裡其實主打是Fusion菜的 所以不同國家地方的食物都會有 說話來聽 這個真的很厲害 這裡的肆日午餐 是每天都不同的 星期一至星期七 每天都有不同的配搭 是廚師為了客人精心地設計的 就算我們每天來吃午餐都不會悶 真的好有心思 一個就是這裡非常出名的酥皮忌廉湯 快點嘗嘗 酥皮入了湯之後還有層次感 不像其他的軟皮蛇 而且湯的料都很新鮮 我知道師傅說它是用新鮮的蘑菇 不同種類的菇和蘭瓜蓉 去混合在一起 然後做這個湯出來 所以喝下去又會健康 又會很新鮮 在我們面前 就是這裡的必食推介 有這個龍蝦汁海鮮 意大利飯 也有這個芥末芝士焗羊架 一片辣肉腸 Tessa 為什麼這裡的飯 好像從外面吃意大利的飯不同 外面的飯很硬 就在這裡 還有它很有龍蝦味 也很軟 嗯 那都給你吃得出 因為這裡的Chef非常貼心 他知道我們中國人吃飯 就要100%都是熟的 很軟身的 但是你們知道 這個意大利飯是比較硬身 跌得七成熟 它為了迎合我們香港人的口味 所以就把它煮得軟身少少 而它的汁很厲害 是用了很多很多的蝦頭 拿了裡面的蝦膏出來炒過 然後再用來熬成汁 所以這個飯就這麼香 這個蝦味 還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個配菜是很特別的 其實配菜多數都是飯、意粉、薯菜 說真的都挺滿的 但好像我這個為你 這個是芝士田螺焗薯角 好可愛 我這個就是天使麵 卡芬尼的天使麵 吃下去不會像普通的配菜一樣 那麼悶 羊架也很鮮嫩 還很juicy 重點是沒有酥味 當然 只要煎羊架來說 火候是非常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師傅的功能 所以我煎了一塊很棒的塔 大家想不想找師傅一起學習? 想我帶你過去好不好? 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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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剛才吃了一些很好吃的羊扒 是 所以我們想找你去透視 剛才吃的羊扒很鬆軟 為什麼這些羊扒會這麼鬆軟呢? 為什麼呢? 要控制羊扒的乘菜最重要 怎樣才好吃呢? 因為煎羊扒煎到六至七成 我們留兩成 用來烤香的麵頭 芝士間會烤它 這樣就很驚告 最棒 熊哥 我也想問一下 我外面吃的羊扒通常都很鬆 很多人都很怕那種鬆味 但我吃的那個又沒有 很好吃 到底怎樣做呢? 這個問題就好了 用雜菜和紅酒的方法 醃製這個羊扒 把肉質鬆軟 除了它的酸味 因為紅酒的果酸 可以令肉質的纖維 可以分化和鬆軟 又天然又好吃 又逼得酸味 三燈 師傅 可以把真功夫傳授給我們嗎? 一起試試做羊扒吧 等一會 便要拜行哥為師傅 因為等一會 你們會有大比拼 好, 放進去 這樣做 半分鐘左右, 反過來 沒事 對, 不會打手 沒事 但不辛苦 這樣做 對, 蓋上去幫忙 對 對, 反過來… 反過來 反過來 對, 好像這樣 好 炸了, 不得這麼香 炸的還是鬆脆的 對 對 對 就是這樣 對, 放在門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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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有兩個 製成品在這裡 由親手炮製的羊扒 然後我們會找街上的圖人來試吃 看看哪個好吃一點 街上的圖人會看他們的喜好 把我的喜好放在我們參賽者身上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鬥 因為我們應該是拿著我的喜好 色香味俱全 美得我們美一點 對 贏的應該是我們才對 沒錯 好 對面 我們吃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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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們又一次大獲全勝了 是否認識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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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謝謝 又來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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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到一下 許討食肉 大家看來 вып分是這個 噢 真的 在遊戲開始的時候 紀錫已經為主定了 就是我和希昕奈贏了 Yeah 其實他還是不差的 對啊 都有兩個 亞軍 亞軍 因為只有兩個比賽 師傅呢 我們贏了 好 祝贏一下大家 剛才樓下已經逛得很辛苦 我們嘗嘗這個芝士白汁焗石喉 好香味 最重要的是吃下去的蠔 如果我們用芝士焗 可以吃蠔的味道 但芝士的味道不可以太少 一定要用芝士的香味 焗香 就可以包著 焗蠔的水分 不要讓它流失 就最棒了 好香 土鍋 又夠好吃 對 開嘗 又夠juicy 很好吃 真的 謝謝行哥 今天又教我們煮東西吃 又請我們吃好東西 因為我們稀氣了這麼久 盡得你的珍傳 我們一起謝謝行哥 謝謝行哥